倒落麵 發燒 發燒麵 倒 我跟你講 今天鷹服呢 鷹服不戴 這家餐廳為什麼呢 太厲害了 我也在台南的佳琪旅中正在面 這麼好看的東西 我當然是留給我自己的鷹服 還是貼在牆壁上就好了 走 我們去看看 你看 有這麼多的菜色 馬上來歡迎到 美麗的老闆娘已經帥氣的老闆 蝦拉哥 還有Julia Julia 你好 妳好 Julia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 介紹一下你們家餐廳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店就是走比較日式的風格 對 那其實主打的餐廳 都是定食餐廳主 除了定食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一些火鍋 是我們店買售環節的 對 冬天也到了 對 那蝦大哥 有沒有什麼樣子 我們店的特別的招牌要介紹一下 那我們最主要招牌就是 你所看到的面前這一道後切豬排 後切豬排 對 打一下這個豬排 這麼厚一個 這個是後切3.3公分 3.3公分 重量有230公克 這麼多 馬上來試吃 好好吃喔 好好吃耶 吃豬排最忌諱一個就是說 怕它太油了 如果你肌肉怕太乾 可是我發現它那個 那種軟嫩度剛剛好 而且這個麵液很大分 對 這麵液是 跟一般的麵液不太一樣的 對 它是由日本進口的麵液粉 然後是混合兩種 對 所以它會有不同的味道 跟它的脆度 這豬排好吃 另外的招牌是牛奶鍋對不對 對 其實它還要再加上 超六層的麵液香料 然後還要有 我們凹煮的一個高湯做法 然後它才有辦法 把整個味道襯托出來 那因為有些人 不敢吃那個牛奶 而且它喝的這個糖 反而不會覺得說 奶味非常重 它是整個非常調和的 怕你奶奶來這邊就對了 意思是這樣子嗎 很濃郁耶 而且它那個 我第一次覺得就是 牛奶跟義大利香料 會這麼搭 就是用別的想法 好像是說 我們吃那種白醬有沒有 你會加一種義大利香料 所以那種做法就很像 就是把它用義大利的感覺 做完牛奶鍋上面 其實這個牛奶鍋 算什麼都推薇 對 蒜羊 蒜牛 蒜雞都不錯 那是什麼 好好吃喔 很特別耶 就是 就是會去想說 義大利香料好像 沒有那麼快可以 進入那個豆的味道 沒有 完全就進去 因為可能大家會覺得 義大利像是點綴 其實不是 它有點像是 牛奶鍋製作一個精華在對不對 先把玉芽 然後高麗菜 以前先擺在裡面去熬湯桶 給它出來的 味道會更甜 你看 這麼高剛的這種做法 客人當然吃得很開心對不對 接下來還有這碗分量 超大的牛丼 採正統日式做法 先把牛肉片炒出油脂 再加上奶油去爆香洋蔥 最後再加入牛肉跟醬汁 一起去熬煮 吃起來 多了一股牛肉的油香氣 加上生蛋黃 與翠綠青蔥一起拌勻 絕對好吃到讓你一口接一口 就連小胖都吃到渾然忘我 有夠強啊 我跟你們講 這邊不管是烈妹 烈妹 還是烈妹 烈妹吃飯 不是啦 這個地方定也非常好 東西也非常好吃 重點是 他們下課了 他們下課了 觀眾朋友千萬不要理色龜小胖 重點是東西真的很好吃啦 不過動作要快啊 等對面的學校一放學 再來就要排隊囉